我们中国的小江陆春龙站上了赛场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8.5星 面对对手嚣张跋扈的姿态 小江陆春龙的这一条 可谓是实力的证明 更是血脉的压制 七三针五百四 他很轻易 腾空高度也很高 展体打开得很干脆 他是位移控制的最好的一名人 他基本上每一场都在十次跨行边 但那个小范围里 这种位移就直接注定了这名选手的成功力又高 无助众望 这一条动作的连接十分完美 落地的同时也击败了日本的冠军 最终中国小将陆春龙以62.145分的优秀成绩 成功逆转夺得冠军 狠狠将日本选手按在地上摩擦 看完比赛有什么享受 欢迎评论区打出来